你知道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不是跟他们当老师吗 然后当老师 就是我们今天我这场就效果还挺好的 上一次就是我 好好就在台上跟他们讲 说啊你们下来 我们喜剧技巧是不是吗 然后我第一场带他们去演出 我就冷了 然后下来的时候 老师 老师你也会冷啊 我以为当老师都牛逼着呢 而且你知道我第一次给他们做作业 就是我是当时看我们 Porture一个那个托我秀前辈 他发了十大托我秀专场 然后我就 我说就得让我学生看一看 我就发到我们学生群里 我让他们回去看一下 但我自己也没看 然后昨天我来之前 我看了一下 第一个专场 第一个段子就说 你们就想象一下 假如你们的妈 suck my dick 我的师德就已经碎了 然后我接下来就我继续看 看到后面 在第二个段子讲到六九 我说完了 你们知道中国的父母吧 他都喜欢看孩子写作业 我的这个作业 爸妈站在旁边 我都怀疑他这群孩子 十五六岁回去 我妈妈suck my dick 啥意思 真的我那个下来 我就觉得我从此以后 我跟这个学生录制作业 我一定要先自己好好看一下 然后沉浸进去 而且你知道就这种感觉 你们可能没有当过老师 你们的假如你们回去 就给你们弟弟妹妹辅导作业 然后就看到朋友 就一个国学大师 给你发了一本说 啊年度必看的那个好书 就是精品梅 我就想 就得让我弟弟妹妹看一看啊 然后就发给了你弟弟妹妹 然后还让他给你写读后感 然后那个读后感 你都不敢看 即将得 你有频道 对